今天也很累 如果複雜一點 原本還想說競爭力排名 那些就是口臭都浪費氣 香港還排什麼名 我們第一節已經說了為什麼 學什麼跟別人比較 浪費舊氣 你有李家超這樣的特首 大哥你不變得像江門那樣 就已經慶幸了 根本上就是一個川冠的思維 就跟這個中聯辦看齊 現在你保持不到香港既有的品位 然後跟別人鬥chip鬥爛賣魚蛋 然後這個什麼 上市公司 今次說打風不停市 打風不停市 現在就要跟別人鬥chip鬥爛 這個就是以前 以前一向香港人都勤力 就是我們經常說獅子山精神 就是香港人最 為什麼很受歡迎 香港人的勞勞 是嗎 就是耕屌爛造 沒有詐型 我們也都說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希望 颱風可以休息一下 因為平時香港人已經扯爆了 那現在怎樣呢 為什麼香港人耕屌爛造 沒有詐型 因為你沒有詐型 你勤力是有回報的 獅子山精神後面 最重要的土壤 有公平的機會 Equal Opportunity 清楚的法制 只要你肯努力 你很清楚 你一定是會給其他人 就是得到更好的回報 所以大家都很拼命地努力 這個就是獅子山精神 但是今時今日是怎樣呢 你努力 就努力的 就不會有一個 很吸引的果實 所有的東西就是看你出生 現在不是只有成年人 是你出生去 香港人呢 真的很慘 我最近追回ViuTV的劇集看 其中我最近很喜歡看的 就是這個 你也跟我看了幾集 這個叫做反喜跑線大聯盟 ViuTV他很肯做這些新題材 這些試驗性的題材 找梁詠琪來做 我只是看得真的很悲哀 我年輕人看 他看得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需要像香港那樣 這麼折磨 現在的年輕人是這樣 為了一出生就要跟別人 不要輸在起跑線 嗯 很大壓力 很大壓力 然後你現在看到 第二集就來了 因為有誰 那一套沒有陳詠琪的 陳詠琪是什麼呢 去年什麼繁花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綻放繁花 什麼想當年什麼綻放繁花 不是不是 以毒不回死全家 以毒不回死全家就是陳詠琪 那個挺好的 那我現在追回這劇 第二集這個什麼 第二集反喜跑線大聯盟 有說是朱欣 朱欣50歲的朱欣 是嗎 就是叫他保持到差不多 那我好久沒拍過劇 那可以看一下 那我覺得就挺好的 其實是 那就這個 那原本是想說什麼 就是發牢騷啊 說一下這些東西 就是香港 就是我們香港 什麼人家排名 競爭力排名 競爭為誰競爭 還有沒有競爭的土壤 以前為自己競爭 那你要大家香港人 最緊要的就是 努力儲錢 然後就上車 跟著就韌韌腳 今時今日還可不可以這樣做 是不知道的 是啊 你說什麼競爭力排名 就是怎麼樣 今天最開心的 我就看到現在 那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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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斷地說一下 這個你看一下 好開心一樣就是 喂 升了啦 排第五 哦 升了哦 升了兩位哦 但是原來呢 其實在這個什麼 2019年之後呢 就浮浮沉沉 在五和七之間很浮沉 這個數字是很邪的 從2020年開始 五 七 五 七 五 那沒有六四 那好了 那是沒有六四 那去到明年怎麼辦 2025年就會排回七了 我猜就是 是不是黃大仙顯靈啊 啊 那現在你說 那個排名是怎樣 香港排名 啊 香港排第五 啊 升了兩位 那麼呢 就主要就是說 你看個細分嘛 人家就是說 你細分仆街嘛 現在是 你只是說 哎呀 好心不要再跟新加坡比了 一學眼淚啊 是吧 四大範疇都被人壞了 是不是啊 啊 經濟表現 是叫做好一點的了 最強項就是叫政府效能 但是現在的政府效能呢 就開始變樣了 現在很有效能這樣 去誅殺異己 嗯 那你對程教就知道什麼事了 是啊 就是對付這個食環署搞黃店 稅局搞黃店 啊 然後之後還要搞什麼呢 還要搞房署搞羅冠聰老母 是啊 那些程教搞政治犯 是啊 就是你這樣就開始 你這個政府效能呢 很有效能這樣去壓迫人 是不是啊 基建一向就是強項來的 但是現在都是排第九了 以往就是排得很高就是基建的 現在是排到九了 是吧 那現在所謂的 就是你現在 你本身以前 2018年之前 是年年第一的 你是看著呢 是沉淪到現在 一沉不起 是不是 就是五和七 上下浮沉沉沉 這個都是吃老本 其實就 你說政府效能 好像很高啊 就這樣看分數很高啊 85.2 但是 這個政府效能呢 其實是不是五年來最差 嗯 下跌下跌 一名排第三位 是過去五年最差 是 輸了比瑞士和新加坡 還 再講之前 很多時候都是 靠政府效能 排第一 現在你做的是政府效能 開始向雖的方面發展 社會框架表現最差 排第30位 社會框架 啊 社會框架呢 就是under什麼 是吧 under不知道某個細項那裏 是吧 啊 排30位 因為為什麼呢 司法 社會凝聚力、政治不穩定 這些因素全部都在倒退 現在你說這個社會框架 因為你沒有公民社會 大家都明白 以往香港政府就不用搞那麼多事情 現在什麼都要管 教育局連學生要唱國歌夠不夠大聲都管 開始搞政治 政治就會侵蝕經濟的活力 現在你面對的外在優勢 就是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不斷變廢的國際格局 這些你就力不從心 完全就是你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沒有自治權 李家超就在裝作 還在指著啟讀運動場 以後都指揮他了 那北京會不會呢 這個什麼北京奧運之後 有個鳥巢就不用休 這些大家都見到 這隻靠基建去搞地標 有用都有限 你之後下來要面對的問題 克服土地 土地其實我覺得不用了 現在開始大把土地 你不是用九號貨運碼頭 用來建築 用來搞建設 你這些CBD你搞完沒人要 北區大都會 成哥或者是這個行基 都給你一塊地 人力供應的限制 現在放外勞下來 就應該不成問題的 人口老化帶來的經濟危機 人口老化是真的 現在香港人更不肯生 好了 現在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比較好 補充會 然後看看